誒 可惡 我好啊 請截圖 好 歡迎來到 MF 名人職集的單元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初孟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初孟軒 首先是二選一的選擇題 野外健身還是健身房健身? 野外健身 下個問題 女友愛搞消失還是女友年TT? 女友...沒有 事業大好 但是單身十年還是有穩嬌女友得不到講座的肯定 好 再一次 經紀人在現場 事業大好 下妹子想當男生還是女生? 哇 都想了 害怕哭戲NG20次還是一覺醒來肌肉全部消失? 都很怕 我們就是二選一喔 哭戲 哭戲 性感火辣的玉姐跟純真可愛的蘿莉 純真可愛的蘿莉 想挑戰槍戰動作片還是校園愛情片? 槍戰動作 戲劇的收視率破二還是金鐘最佳男主角獎? 最佳男主角獎 掙扎囉 覺得誰跳鋼管會比較好看? 朱軒陽還是宋柏偉? 宋柏偉 帶一個人去三天兩夜的旅行 你會選擇梁以辰還是孫淑妹? 孫淑妹 好 接下來是簡答題的部分 你覺得99樓長什麼樣子? 99樓 桃花園 那說出自己身上最滿意的部位? 三角肌 好 覺得自己有哪三個缺點? 選擇慢 又有寶斷 這兩個人聽起來差不多 這以下最愛的穿著打扮是什麼? 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 顏色不超過三個 我們時間到囉 好 那我們給鏡頭看一下你解到哪個程度 有解完兩條算不錯了 可是還是要進入我們的失敗小懲罰喔 可惡 性感火辣的玉姐跟可愛的蘿莉選擇的蘿莉 所以本身是媚控 對 看有小小頂兌一下 我 對 我很誠實 你比較害怕哭泣NG20次 對 所以曾經有類似的情況 應該是說 肌肉比較快可以練回來 但哭泣NG20次對我來說可能是 我不樂見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準備好的話 不希望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你說你最滿意自己身上三角肌 就給秀給觀眾看一下嗎 好啊 好 請截圖謝謝 誰跳鋼管比較好看你選擇宋柏偉 所以朱宣揚不行嗎 為什麼會選宋柏偉是因為我覺得朱宣揚一定可以 雖然他就是個性比較直一點 你要他完成什麼事情他一定可以完成 但我會說宋柏偉是因為我頭腦裡沒有辦法馬上想像出來他跳鋼管的樣子 帶一個人去三天洋夜旅行你選擇了孫淑妹 是因為在劇中他是演的媽媽覺得母子出遊的感覺比較好 我覺得剛剛沒有遲疑 沒錯就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倚成之前跟你演過對手戲 我知道啊 梁倚成他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像導師一樣的存在 他那時候給了我很多意見 見演 讓我覺得就是我進步了很多 所以我會把他當作是一個照顧我的 照顧我的妹妹 請問你最想跟哪一位女演員演對手戲 我覺得溫真妮好了 因為他是我在天橋上魔術師裡面很喜歡的偶像 對所以我如果可以跟他一起演戲的話我會很開心 如果好萊塢明島找你拍床戲 你最大尺度可以到哪裡 我覺得如果這個劇本它裡面寫的東西是我能夠認同的話 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所以正面全容也OK 對 覺得自己鋼管哪個動作跳得最好 我覺得每一個部分都有他很細緻的地方 一剛開始就是一個大開叉腿這樣子 那個動作是我從一開始上鋼管的時候就做得很好的動作 對但是因為可能以前我有練過西洋劍 所以筋比較軟 但我很喜歡那個動作是因為他很有張力 大家好 我是初夢軒 我在天橋上魔術師裡面飾演的是Noli 當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天橋上魔術師在華視應該還有在持續播放中 接下來呢 我可能在九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電影即將播出 我現在示範三角肌的健身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 謝謝初夢軒 謝謝謝謝 想知道更多我的消息 記得訂閱加追蹤 好嗎